在日本的時候,後半段也是丟到五局 然後球數也用過多 也是用過多,導致自己的天氣下滑 所以 怎麼講 就在這裡可能證明自己 能繼續 到第二局 還是可以把自己的天氣下滑 自己的均術控球 能表現得出來 這是我最大的 目標,也是自己想要 達成一個 目標 第一、第二局的時候其實很危險 然後我看轉播的時候 你嘴巴還有念念有詞 是不是也告訴自己 要放下心? 第二局 是沒錯,第一局 第一個打者就保送這樣子 然後 自己的感覺也是 突然有一點不順 然後自己也不要想太多 就打者一個一個把它解決掉 不要想太多 其實從委內瑞拉那一站 然後到這一站 其實雷上有人說 發現你其實還是很感同 對 你覺得這兩站 是不是有投訴 就是說 大家認識張一姐 或是其他人 怎麼講 因為 我覺得應該是投訴的關係 也有自己的個性吧 不管雷上有人還是沒有人 就是照自己平常的興趣 專制在一個打者上 也是 無訴的關係 他配球我就是盡力去丟 也沒有想太多 不管丟到人還是沒有丟到 就是盡全力的去丟 無訴的想要丟的位置 教練好像說 第五局就想辦法把你換下來 然後第六局也想把你換下來 但是你都不想下來 但是你都不想下來 原因是什麼 又是意志力 對 燃燒小宇宙 不是燃燒下來 只是 感覺還可以再繼續丟 自己的感覺 我不想後悔 為什麼早知道還可以繼續丟 就不想後悔這樣子 因為自己也有跟自己的身體 也是對話 然後感覺也是還可以繼續丟 然後就是不想 就是 疑問自己還不可以 還可不可以 只是想就是 為中華隊做一分力量 所以第六局丟完 原本是最後一局 自己一個人 可是 第六局看的時候 球速 軍速還有控球 都還有 不錯的 就是維持這樣子 然後這樣 我下來的時候 中間跟拖手間 就在聊 我直接跟他們 在他面前說 還繼續丟一局這樣 媽媽今天好像有來 是不是 媽媽好像今天也有來 是不是也給你很大的 公務 沒有想很多 沒有這樣 對 因為 我覺得 也是 很感謝他從台灣來日本 不管是我媽 還是台灣的球迷 還是日本的球迷 我覺得 我覺得 在我們之後 等一下 我覺得是一分 很高興 一點